填色渐亮 苏花公路和仁治崇德路段逐渐涌入车潮 但由于昨天才刚发生摊放 目前只开放单线双向通行 所以一早从隧道内就开始排起场场队伍 苏花公路162公里处崇德隧道北端山壁 昨天傍晚5点多突然摊放 大量落实掩盖整个路面 双向道路被阻断无法通行 幸好无人伤亡 南澳公务段人员也立即出动机具前往现场进行抢修 但抢修过程中又遇到崩塌扩大 还有三层楼高的巨石角距 导致抢通作业延后到今天凌晨2点多才完成 公路局表示会尽快在两天内清理完毕 不过考量现场还是有零行落实 为了保障用路人安全 新城5点开放单线双向通行 公路局也呼吁用路人在雨天尽量不要走三驱公路 未来也会使天气情况对特定路段进行管制